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阳光财经 我是Sanny 半导体行业相关股票 一直是美股里一小撮长期牛股的集中营 持续增长的朝阳行业是投资要把握的第一个标准 选对了行业再来选个股 今天我们就来说三只半导体股票 其中两只我已经买入了 通过做这期节目 我也能够强化自己的持股信心 与大家共勉 在节目开始之前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每周三到四期谈美股 阳光财经与你有愿 为什么半导体行业是一个好的行业呢 那要先从好行业的标准说起 什么是好行业 好行业的标准 我们用一个感性的认识就可以进行过滤了 如果你大学毕业 或者是你的小孩大学毕业 那你希望进入什么样的公司工作呢 失去高科技公司 金融企业 钢铁厂 还是服装厂 投资和求职 其实是同样的道理的 不得不说 有一些行业赚钱就是容易啊 这些行业具有一定的壁垒 不是三五条枪 几百万创业资金 就可以立即进入这样的行业的 而有一些行业呢 赚钱却很苦 竞争非常激烈 因为任何人只要愿意 有点本金就可以加入了 那么具有垄断壁垒的行业 是好行业 充分竞争的行业 就是比较不好的行业了 投资还是要看未来 有些行业没有未来 走的是下坡路 它的产品越来越没有需求 比如摩托车行业 而有些行业前景十分看好 市场不断扩大 比如新能源汽车 目前半导体占据高科技行业的要害 可以说没有半导体就没有高科技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半导体是电脑 手机 通信网络 互联网 云计算 以及人工智能的重要成分 连传统行业中的电视 小家电 还有汽车 也越来越智能了 全靠半导体的核心产品 那就是芯片 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机构 WSTS预计 2020年全球半导体市场增长率 5.1% 达到4330亿美元 到2021年 全球半导体市场增长将加速 预计增长率是8.4% 所有类别的半导体产品 世界各地区的半导体市场 都将正增长 远的不说 2021年仍将是半导体行业的好年份 半导体的景气周期还将继续 从好行业里选择好公司 就相对容易的多 今天要讲的三只股票是台积电 英伟达和ASML 台积电2021年预算了250亿美元的资本开支 成为2021年台积电看好的理由之一 和白酒股票不一样的是 酒是成的香 而高科技公司呢 却要不断投入研发 不然技术无法保持先进 这点和医药股很相似 持续的资本投入 企业才能保持竞争的优势 2021年台积电建设3纳米产能 美国5纳米工厂也需要投入 所以在财报中 台积电大幅调高资本开支预算 比2020年增加了4成 预计5纳米制成达到每个月10万片 与现在相比是翻倍了 芯片代工台积电的工艺制成 几年内似乎找不到什么强大的对手 三星在后面是拼命赶超 2020年Q4财报显示 16纳米及以下的营业收入快速增长 20%的营收来自5纳米制成 29%来自7纳米 13%来自16纳米 16纳米以下算先进制成 62%的营收是先进制成得到的 此外台积电还开始了3纳米制成的冒险生产 2022年起3纳米就要开始量产 这产能还没量产就被苹果买断了 5纳米的产能80%也是被苹果包下了 苹果5G手机销量强劲 各项数据不错 苹果自己对未来也相当有信心 于是苹果敢于包下台积电的高端产能 台积电的先进制成只要研发加速 产能提高 营业收入就可以提高 从台积电的财报可以看到 公司的毛利率达到53.1% 这是非常高的毛利啊 高毛利是有竞争力的体现 好公司一般要有高毛利率 高毛利下营收提高 利润相应增加 台积电未来5年预计保持15%的营收增长率 5年后营收翻倍 台积电是一家好公司 没有疑问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台积电的价格是不是好的价格呢 这是一个PE band 显示了过去几年PE的区间走势 整个PE band在向上扩展的空间 因为EPS每股收益在提高嘛 所以5根参考线向上抬升 然而2020年以来股价上涨飞快 目前股价已远远超过历史上PE的统计区间 表面上看确实存在高估的现象 对于台积电这种三五年内财务指标稳定增长的个股 在高科技股普遍高估的背景下 我们无法指望一个好公司 莫名其妙在牛市当中给出便宜的价格 只有当系统性风险出现 大盘大跌 泥沙居下的时候才会有打大折扣的机会 平常是不会做促销的 那么我的持仓台积电已经有50%盈利的基础上 持股是非常舒适的做法 因为即使有回调也只是减少了利润 我今天在想新手和老手有什么区别 最终悟到了一条 新手注重利润 成天想着搞一票能赚多少钱 而老手呢 他注重的是风险 整天考虑的是亏本的怎么办 如果台积电涨多了回调 无非回吐一些利润 那么上涨呢就持股不动 下跌就逢低补仓 可能是慢牛格局下的妥单做法 当然如果发生意想不到的混乱局面 比如美国出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政治事件啊 安全事件 导致全盘崩盘 那咱们小伞可能就要套了个结石了 英伟达英特尔AMD三家是芯片巨头 英特尔最近刚刚换了个CEO股票 因此大涨 原来那个老总干的不好辞职了 英特尔躺在舒适区太久 有点不思进去 它就像是偏离了方向的巨轮 换了个船长 一时还有点转不过方向 因此没有几年的时间 市场也注意不到英特尔会有什么起色 苹果指哪打哪 2020年Mac电脑不再使用英特尔的芯片 是英特尔的一季警钟 排除了英特尔 另外两家则还是不错的 AMD不断蚕食英特尔的市场份额 目前迅速崛起 股票市值还不到英特尔的一半 如果英特尔短时间内难有起色 那么AMD还会受益于对手的不斩进 不过今天要说的是英伟达 英伟达在9月初至今 以长期横盘 而费城半导体指数在这段时间内 已经上涨了34% 这使得英伟达出现了巨大的比价优势 成为半导体公司的一个相对价值观点 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 别的半导体都涨了 就英伟达不涨 它有可能要补涨 长期横盘极具了巨大的变盘能量 当然说到变盘 它有可能是向上变盘 也有可能是向下的变盘 对于英伟达目前这个情况有两句互相矛盾的谷言 一是横有多长 数有多高 说的是横盘9涨得多 而另一个截然相反的是9盘必跌 说的是长期横盘容易崩盘 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技术图上半年线已经成为股价的最后防线 如果要涨 这里就是最好的买点 如果要崩 那这里破位 就要下看到450 基本面上预计2月17日才会公布财报 这还得一个月的时间 通常财报会显著刺激股价 分析师预期 英伟达季度盈利增长率是42.9% 营收季度增速是54.9% 这都是非常高的增长 理论上54%的增速 对应84倍的市盈率 虽然不是低估 也不能说是非常的高估 尤其是在当前股市泡沫堆积的背景下 你不能要求一家基本面很好的公司 给出个离谱的低估值 近期英伟达解决了新的RTX30产品 持续短缺的问题 而且他说如果加密货币采矿需求 居高不下 将会重启矿机显卡生产线 一个比特币3万美金 显卡都拿去挖矿了 导致真正有显卡需求的人 也买不到货 有的人担忧一旦加密货币暴跌 这块需求退去 二手显卡抛售 要侵蚀未来英伟达的营业收入 当然这是一个风险点 不过风险可控 买不到货不等于股价暴涨 但是这反映了 英伟达具有强劲的护城河 这是好公司的重要特征之一 长期盘整在变盘前夕 我们需要等待 再来看ASML 它是半导体设备的制造商 就是官客机 不能小瞧官客机 一台官客机 有时比一架飞机还贵 高端官客机 1亿美金是买不下来的 前面说到台积电要资本投资 250亿到280亿 另外三星也将加大资本投资300亿 中国要发展自主可控的芯片产业 也在想尽办法向ASML采购 一个个芯片巨头花了这么多钱 往哪里花呢 作为芯片企业投资的上游 我想官客机会受益 尤其是在马上要公布财报 负增长的情况下 股价依旧串新高 投资者应该是看到了这些芯片 大佬要大采购的预期了 ASML是顶级官客机的全球 唯一提供商 官客机市占率四分之三 可以算是官客机的绝对龙头了 芯片业最牛的那几家公司 也是向他采购官客机 感觉如果台积电是孙悟空 那ASML就是菩提老祖 如果芯片公司是春秋五霸祖 那ASML就是周天子 周天子这个比喻怪怪的 将就用着吧 如果2021年半导体要继续增长 那这个菩提老祖作为产业链的源头 是不是确定性受益呢 最后我们照例来看一下账户 今天的情况 还不错 台积电 特斯拉 英伟达 Bilibili都有所上涨 就是亚马逊 有点逊 老师部长 沃尔玛也是马马虎虎 慢慢等吧 FUBO到现在看 极可能在31元连同看涨期权一并了结了 可乐啊 一点也不可乐 整个账户全指望英伟达 赶紧的什么时候启动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你点赞订阅评论转发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